将包带平整地装上卡车 同时要避免卡车超载 假如古物或种子带的上方没有覆盖物 你可能会面临部分产品的损失 在运输袋装的穀物或种子的时候 采取预防措施是很重要的 尖锐的物品或者边缘尖锐的平面 可能会将包带划破 这将导致产品的损失 在开始装载货物之前 必须保证卡车的车厢底部干净 并且没有原来运输的货物的残余 在箱底或货道上如果有空隙以及裂口 则需要及时的修补 袋子若不被盖上 可能会被鸟类袭击或者污染 运输的过程中也可能会被雨淋湿 这些都将导致产品的损失 你需要在包带上覆盖油布来保护产品 在车厢的顶部必须装上金属 木质或竹质的横条 以让油布形成的表面不会积水 并漏入货物 油布上所有的漏洞和缝隙都要补好 覆盖物必须在横条之上 从顶部延伸至卡车车厢三分之一的地方 这层覆盖物需要用绳子或皮带 紧紧地绑在车厢轨道上的把手处 在旅途的过程中 必须定期停下来检查货物和油布 并根据需要重新整理货物或重系紧油布 为了确保包带安全有效的运输 请积极采取这些预防措施 千万View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